哈囉大家好我是瓊瑤 2019 AI亞洲國際飛鏢賽 這兩天在花博徵宴館盛大登場囉 那麼這個飛鏢賽事它最特別的地方就在於 它不分男女老幼任何人都可以輕鬆上手 那麼我們今天也特別邀請到這個賽事 兩位最重要的推手 那麼第一位就是我們的AI執行長 Rick 大家好 第二位呢 也算是我覺得這個比賽裡面最重要的人物 就是我們的AI台灣創辦人Frank 哈囉 那麼我們今天在這個場地就是想要跟大家聊聊 這些這個比賽大家不可以不知道的事情 那麼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很想知道 大家也最期待的 這個比賽今年的賽事 跟去年有什麼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講最直接的就是我們的機台數變得更多了 那人農辣的選手也更多了 所以這一次會比往年都還多 非常多的人參賽 那所以我們在儘量也讓會場更豐富一點 因為這麼多人要符合他們形形色色的需求 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攤位在裡面 喔有哪些攤位啊 有哪些攤位 當然一般的就是飛鏢用品啊 吃的喝的 然後當然還是有一些我們大會自己的商品販售的部分 那其他的東西你們來欣賞看就好了 我想知道就是我們今年有沒有特別推出什麼樣的 專屬這個比賽的商品 應該說我們AI直接跟飛鏢結合的東西 其實是送給大家的 送給參賽者的 譬如說Dust Life機台的卡片 然後還有像L-Style做的Fly 這個是送給大家的 那當然還有一些Bonus贊助廠商給我們的一些 像大魯閣打棒球啊娛樂中心的代幣券 那個也是回饋給所有選手 我們每一年其實都有自己的T-Shirt 所以大家都可以有一個紀念品類似那樣子的T-Shirt 可是我們每次都只有做一百件而已 所以大家要搶 也太少了吧一百件 這樣才先訂啊 所以我們定時間訂的是 是非常的辛苦 我們大家要抓選手心態 他在報到的時候 我不能開賣 不然會被罵 對那他在比賽的時候 我不能開賣 我會被罵 但是一直都在比賽怎麼辦 我只能找中間點 你輸的人幫贏的人買吧 就來排隊吧 所以是現場 平常都是十二點開賣 所以這兩天的中午十二點都可以買到嗎 對就是第一天的十二點 那平常因為一百件 大概差不多在一個多小時 就幾乎都買光光了 所以想要這個限量商品的人 一定要在我們第一天的時候就到現場 而且中午十二點正式開賣 一下就被秒殺了 一定要好好的趁這個時間 來看一下我們現場的飛鏢比賽之外 還可以看到得到這麼棒的商品 喔 對對對 你知道那叫什麼機會 看一下看一下 也是今年的嗎 今年特別的 對對對 我超喜歡這個的耶 它是可以拉出來 對它是可以拉出來的 好酷所以現場買得到嗎 對現場買得到 對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年的 也是一百個 也只有一百個喔 蛤 這女生自拍超好用的耶 這樣就可以拍了 追劇 對啊 這個也是都要給你拍 也只有一百個 也是十二點開賣 公司開賣 那第二個就是今年 跟去年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除了有更豐富的機台 跟更豐富的這個周邊商品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 我們可以關注的東西 跟往年其實schedule上面 做了一些微微的調整 那在這今年一整個年度 日本一個飛鏢商品的 一個最大的賣場 叫S-DOTS 她的顧問來跟我們合作 就是讓我辦一個 女子的帶狀的賽事 也就是分戰的賽事 那其實已經 最後一戰已經結束了 但最後的十六個 台灣限定的女生 會在我們的會場打Grand Final 那那個會是在 第一天的下午 我們會特別拉出一個區域 讓他們進行最後的Grand Final比賽 所以這個不包含在我們這次 AI賽事 而是另外的一場比賽 對 它不是AI賽事的正賽 但是因為是AI跟他們合作 所以特別讓Grand Final 因為那位KTM老師 他也希望跟我們合作 能讓這些台灣的女生 能在更好的舞台 那我們就把AI的舞台 就是跟他們一起合作 讓他們在那邊打 那只是它會跟我們正賽分開 他們在打的同時 我們正賽還是會有一部分在打 對 但是這會變得比較豐富 但是它會一直 舞台上會一直有 比較台灣比較厲害 或比較前面幾個女生 在那邊競爭 就是女子年的概念 你知道最近很流行一些女英雄啊 就是女力提升當道的這個概念 在這場賽事當中也是可以看到 女生發揮不一樣的實力 在給大家不同的視野 然後還有我們這一次 因為我們往來 其實我們都會有 最後都有一個國家代表隊的一個比賽 那以前我們都是排在它在最後面 可是最後面的時候我們也發現說 很多人都不會留到最後面 所以都沒辦法看到這些 就是每一國代表出來的 他們最強的這些的標手 經典 這是賽雪景 對 所以我們就蠻可惜的 其實之前都打得非常精彩 可是後面的觀眾都越來越少 所以我們今年也是把它打算提早 把它去辦出來 所以我們在第二天的早上 就先第一次就辦 讓大家都還在的時候 可以一起去支持各國家的這些選手 那麼這些選手 可能心裡會更開心一點 表現得更好 那接下來我想問就是 這場AI賽事 他跟其他的飛鏢比賽 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地方嗎 創辦人 創辦人 那我們的比賽基本上是針對 就是愛樂打飛鏢的 然後也給台灣人也有經驗 去打大比賽 然後讓他們可以有這個機會 也可以碰到一些國外的一些選手 所以不一定都是說 會碰到非常強的 可是就是一個經驗 我覺得因為每樣 每個運動 我覺得你就是要有 一個大場面的一個經驗 要不然你都只是在 自己的一個標電裡面在打 或是在自己的家裡打 其實那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沒錯我覺得很像是 嘉年花卉的感覺 所以我們的目的就是 為了要推廣這個運動賽事 讓更多台灣朋友去認識飛鏢 他有趣跟他獨特魅力的地方 他兩位就是對這個產業 是非常有熱情跟熱愛的 那也有很多國外選手 對這個比賽 這個AI賽事很支持 那麼私下他們有沒有跟你分享說 為什麼他們想要一直來台灣 參加這個賽事 我們的口碑是有被傳出去的 很多人很多來不只是來打標 其實他也是來這邊順便沒有來過的 也可以順便在那觀光台灣一下 那你這樣還促進台灣的 就是行銷台灣的觀光 當然 是Frank 你是這個 AI台灣的創辦人 那我想問說 在每年這樣舉辦賽事 這麼多屆了 你給自己在這一屆 有沒有什麼樣的目標跟期許 其實當然也是有 我也常常跟Red講說 我們一定要讓他更精彩 然後讓選手們打得越來越開心 所以我們也不斷地一直在更新我們的軟體 活動軟體 讓他的流程是越來越順 沒有辦法滿足100% 可是以我們能做到的 其實在這幾年我覺得也算是運氣很好 我們的反應都還不錯 所以可以造成那麼多人還是願意回來 來參加這個比賽 對啊 那我想問說就是 你們在參加這麼多場比賽 舉辦這麼多次的賽事 有沒有自己最喜歡的選手 自己個人 沒有 不能這樣子問啦 這樣子會排斥掉很多 那個 那是私心嘛 就是咖啡廳聊天的概念 那當然是我 我是我最喜歡的選手 他有參賽喔 我不能參賽 他可以參賽 沒辦法 你不能 你要服務大家 對 可是我每次打也沒辦法專心 一直在聽他在那邊廣播 然後在那邊 對啊 你自己身為參賽選手 是不是可以更感觸到不一樣的東西 對啊 一定會的 我覺得我們其中 也是比較特別的就是 因為我們本身都是選手出來 然後我們找的團隊也都是 就是在這一屆也是 以前也都是標手的 所以我們對於任何的這些小的 選手想要的東西 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我們才會針對 這些選手的需求 去辦這些的比賽 讓他們越 讓他們覺得不會 這個比賽是非常無聊的 或是 那我想問一下Rick 那你自己有沒有對未來 這個賽事 飛鏢賽事的期許 其實每一年在辦的過程當中 我就說一定會 比前一次 比前兩次還要多一些東西 或改變一些東西 那在做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都會不小心噴出 好 那我們明年怎麼樣 對 但是只要這個話題 講了超過三分鐘 我就說我們先把今年做好 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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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第一次要檢討這一次有沒有出什麼問題 怎麼樣去 先記下來 但是我們辦完以後再討論 可是 大方向是 有願景 但是 不是只有我們 一個單位在撐這個東西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廠商或者是 不管是協會也好 總會也好或者是企業也好 甚至哪一天政府看到了 他們願意幫助的話 那當然就好 是要必須結合很多的東西 才有讓我們有足夠的動力 人力資源去做很多個 不一樣的活動 我們現在因為有中心保全這邊在支持這個活動 所以還有一點的機會去把它辦得好 可是如果要辦到更好 我們還是希望說 有越多的台灣的 或是國外的一些的贊助賞 當然是最更好 沒錯 今年呢 我們已經有個很棒的場地 然後又有足夠的設備 接下來就缺你們了 我們的選手們就是我們 給這個飛鏢賽事最大的支持跟動力 那麼我們最後也非常感謝 這兩位為我們帶來 這麼棒賽事的重要推手 Frank跟Rick 我們希望呢 就是接下來的賽事 你會非常喜歡 非常支持我們 那麼之後呢 會有最新的賽事直播 請千萬不要錯過 大家加油